好,我們再來解釋一下剛才做的這個練習 我們現在也是利用apply來計算空污資料集每個欄位的平均 先看一下剛才有一個同學的答案寫在這裡了 那我看看剛才有多少人寫 好,慶良,來看一下慶良的想法 好,因為剛才給各位一個hint,對不對 一樣,剛才我已經把這個原來的資料把它assign成一個air 所以說來看一下 這個原始資料裡面其實是沒有遺漏值的 是沒有遺漏值 但是前三個欄位其實不是數值 它是類別型的變數 第四個欄位才是SO2 這些數值型的變數 好,一樣欄位就是43,800比乘算13個欄位 好,一樣我們之前有對這個列 對column可以去做apply 好,那來先看一看這些你怎麼做的話都錯 出來的值都有問題 好,各位直接可以看一下 我們反正就先試吧 applyair就是我們的data frame,對不對 好,好像2-dimension一樣 這個是對row看看可不可以 來,這個時候就不要assign 直接就秀結果出來就對了 4萬8千筆的資料 發覺到全部都是NA值 算不出來 一樣我們針對column column就是剛好我們的每個化學元素嘛 好,一樣他有試著去算 他有試著去算,可是都是NA ID當然是NA嘛 SO2也是NA 好,那接下來就跟各位去講了 因為前面呢是 類別型的變數前三嘛 所以說呢 老師才試一下 來,我現在就用後面的4到13個欄位 還記得吧 而且後面,逗點後面的就代表column 我只取什麼 4到13 當然啦,你可不可以用上次教的deprior 用select 再assign成一個data frame 一樣 但是比較簡單的就直接 我們就把它取 取第4欄到第13欄 第4欄開始就是SO2 好,取完之後我針對margin2 也就是bicolum 然後我是取mean 取平均值 好,來看一看 我現在先不assign給CO2 答案就出來了 SO2的平均值呢是2.307 CO是0.35 好,一樣各位來看一下 把這個結果存成一個叫做 air2的一個變數 好,存完之後我去用class看一下這個變數的名稱 the data type是什麼 他說叫做numerical numerical的意思其實它就是一個list 就是一個vector 一維的向量 那一維的向量裡面呢 你可以去看air是什麼呢 air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它的colour name 那這個就是它的colour name 它有colour name 然後它有它的值 好,我們也要驗證到底對還是不對 不要認為做算完了之後 來,各位來看 其實一個一個做就這樣做 看一看一看 那個 $SO2 也就是把 這個SO2的 所有的 值把它去取平均 在146號 好,來 取一下 它就是2.307146 就跟這個是一樣 代表我們的apply是對的 好,試試看喔 對不對 這個就直接可以用 那這個apply好不好用 就這樣子啊 2-dimension的 你就可以用 還記不記得之前 我們還可以去算它 去取它 是不是numerical的值再來算 其實都還可以加一些函式 好,這個時候是我們幸運 我們幸運怎麼樣 我們幸運是4到13是怎麼樣 都是數值型的 如果說中間有跳呢 對不對 假設我是4,6,8,11,13 那怎麼辦 你11列啊 11表列 可以用C嘛 還記得嗎 C括號表列 就一個一個列 那還可不可以用我們 上次叫的deprior deprior裡面有一個 可以用is numerical 對不對 他的datatype是 numerical的 我才取出來 好,ok 其實真的解題有非常多種方法 只要你覺得你方便 很快達到結果就好 好,接下來看一下同學的想法 同學想法也沒有錯 來看一下 他也是想找4到13行 可是錯了在第一個 你這邊來看一下 他只取1代表什麼意思 只找1個rho 只找1個rho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你1的時候其實就1個rho 但是各位要養成習慣 好,來 做完 這個沒有問題 我把它存成 al三個大a 這個變數 你執行完之後 我去看看這個 al三個大a 結果是什麼 他就只取了1行 哦 對不對 然後呢 竟然呢 沒有去 看看他到底的結果 對不對 那這邊去做執行 apply air 找第二 找margin2 然後取mean 太不錯喔 他還取了一個這個值喔 na.remove 等於true 就假設裡面有遺漏值的話 你算mean的時候 他會有error 但是因為我剛才看 其實裡面沒有遺漏值 好 好 來看一下 所以說慶良 他算他的時候也算出來了 他算的結果是這個2.5 0.44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一筆資料 欸你 各位知道齁 做 資料科學家這些 你做完的東西 你要去verify到底值 對不對 你不要相信 電腦算出來的就是對的 對吧 人家講說叫做什麼 carbage in carbage out 你丟進去就是一筆 他當然算一筆 沒有錯啊 你覺得你的想法對了 這就是給各位 欸也不錯 學習到了 你下次就不會再這樣子做了 你下次就會知道了 喔要取所有的colors 各位再試 我把它這個清涼的留下來給各位看 好 那就會把怎麼樣 把這個拿掉 這個你下次一輩子就會記得 在python一樣啊 在清涼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好來試試看 好 完了之後你去看一下 取得值對不對 欸對啊 好都取到了 然後我們再去做apply 好 只是跟老師一模一樣 好 而且他寫的還比我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多寫了一個 na.remove.true 因為我是前面有去看一下 看那個summarize 好可以說記得以後這些的 summarize summary啊 dimension啊這些names 大概都要初階都要去看一下 好這個就是我們做解題了齁 好這個就是我們做解題了齁 好把結果貼過來 拜拜